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大 那今天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因為安心整個專門在做舊物繁星 所以我們的業主 對這個新風系統 就有一些疑問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把主要的幾個問題 跟大家一次解說 第一個 天花板的高度 很多朋友都覺得說天花板會降低很多很多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我們機器已經架上去了 實際上機器架上去大概是在 26公分左右 再加上腳材,再加上一些ASOBI空間 那實際降下來大概是在30-31公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31公分 通常 都還是比 涼還要高 並不會低於涼的 高度 第二個問題 我們這個風管經過兩個地方 使用了這種過涼器 高度 會降多少 再來就是風量到底會 摔落多少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以 P-P管的情況下 來做這一些測試 因為像這個我們可以用螺紋鋼管 我們也可以用 P-E 扁管 很多種材質 那也可以有疾風箱 跟像這裡的狀況 其實就不是很適合用疾風箱 因為比如說我們總共有五個出風口 五進五出 這邊就要擺 10個過涼器 那就真的 太過於密集了 所以在這個現場的狀況 我們是採取不用疾風箱的方式 來做一些配置 為什麼要使用過涼器 因為像這支是 3英寸管 如果沒有使用過涼器 天花板下來的高度 大概要 犧牲掉9公分 那我們今天如果使用過涼器 大概3公分 那像這個 46英寸 如果不使用過涼器 大概要降到18公分左右 大概18公分左右 那這樣天花板真的太低了 使用過涼器之後 也大概就3公分 也就是一隻腳材的厚度 因為我們包天花板的話 就大概一隻腳材的厚度 並沒有去 降低整個天花板的高度 剛剛有說過了 現在裝新豐最常用的就是 羅文鋼管 然後尼龍布 跟這個 屁屁管 那尼龍布因為裡面它是 纖維面 所以它造成的風切聲 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現在 一般來講都是用這個屁屁管居多 那當然現在開始 外面有生產一些扁管 市面上目前並不普及 而且單價目前還是偏高 我們也會持續的去注意 那這一次 我們會去實測這個衰弱 的風量以外 正常的圓管 然後我們也會再去測這個 把管子壓扁 因為這個是雙層管 其實小心的壓 它是不會破的 這樣子經過 然後旁邊腳材 我們也會去測如果這樣壓扁之後 會不會造成風量的衰退 或者是風量的減少 我們都會一併的 實際測給大家看 除了磨泥 過涼器的衰退以外 我們會再測一個 管子 的長度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房子 可能蠻大的 這個管徑一拉就是十幾公尺 20公尺 然後又經過過涼器 到底衰退的狀況 會如何 這台是台達電的 250 新風全熱 那我們今天要拿這一台 來測 這種是一分三的分配器 然後可以調節 出風口 但是就算全關了 它旁邊還是有一些縫 會有跑風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不拿 這一個來做實測 我們就用單一出口的方式來測 把所有可能造成誤差的因素 盡量排除 我們現在來測一下機器的源頭 出來的風量 20 好 我們這管徑是7公分 也就是 035 乘以 035 乘以 圓周率3.14 然後再乘以 剛剛測出來的風量20 再乘以3600秒 大概是 每小時 277立方米 那我們現在要直接來一支 10米 那我們這條白色的管子 跟這條一樣都是10公尺的距離 它是沒有經過過涼器的 那我們來測一下它的風速 大概風速都在14.4左右 我們在3公尺的地方 裝了一個過涼器 然後又接了一支6.4 到這裡總共都是 10公尺的距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風量 大概就是在13.2左右 那我們就沒有要再換算成立方米 因為後面 一要是半徑乘以半徑乘以 圓周率乘以3600秒 那後面成的是一樣 我們就把它直接等消 因為我們要換算是 比例問題 就不再去計算風量 白色這條風管是從機器 完全沒有經過過涼器來到這裡 剩下14.4 那在圓頭我們剛測的時候是20 14.4 除以20 在沒有經過過涼器的情況下 衰退了28% 這是10公尺的距離 綠色這條風管是 在3公尺的地方 經過了一個過涼器 來到這邊是13.2 我們看一下 13.2 數以20 如果經過過涼器的話 大概衰退了34%左右 10公尺的距離 兩個在 10公尺 等長的情況下 綠色是有使用的一個過涼器 白色是沒有使用過涼器 綠色這邊是 13.2 白色那邊是 14.4 兩邊的落差 大概是 8% 風管越長 衰落越多 這個都是正常的 如果是因為一個過涼器 少一個8% 那 成大個人是覺得 還可以 為了 整個天花板的高度 應該在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那稍早前我們有講到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打管子啞扁 那我們也來 實測看看 像剛剛這樣壓 那其實這個力量要拿捏得很好 如果拿捏得不好他可能就會破掉 模擬一個腳材的厚度 一個腳材的厚度 那因為怕管子會 彈起的話 其實也可以像我們再去摺鐵片 把它固定起來 當然可以摺整片的這樣去固定 那我們盡可能的讓 周邊藝術都一樣 因為我們通常也是 天花板這樣下來涼 然後再上去 所以是模擬一樣的狀況 兩邊的條件是 差不多相同的 那我們來測一下 這種 狀況下的風量衰退 如果管子是這樣經過壓扁 測出來的風速大概在 13.8%左右 壓扁之後風速是13.8% 在沒有壓之前是14.4% 大概會衰退4%左右 那如果使用過量器的話 大概會衰退8% 在相同距離 用過量器跟壓扁管子 落差大概4% 完全沒有壓扁跟過量器的情況下 落差是8% 像陳大剛這種壓扁 也是一種方式 那基本上我們不是很像這種方式 用壓管子的方式 它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在內 比如說人微 再加上說風經過的地方 管子變形 它也會比較大的風切身 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進去的問題 我們只是把這個 數據實測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有些業主說你為什麼不直接壓扁就好 那我們就必須很真實的去呈現這些數據 今天的實測 不是在實驗室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盡量讓數據客觀了 那還是沒有辦法跟實驗室 的數據來 相提並論 分享給大家 我們是安心整合 下次見 拜拜 把課會議